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凌云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期的视频 11月必买三只股 其中第一只股是半导体软硬件巨头高通 代号是QCOM 当时我们是在162美元提示 并在群里给大家划出的目标价是180美元 昨天暴涨7% 因为高通高管在纽约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 预计未来几年对苹果的芯片销售 将逐渐降之较低水平 但是预测用于自动驾驶汽车 和其他联网设备的芯片销售 将迅猛增长 推动高通股价大涨 并创下181.8亿美元的历史收盘高位 我们的富源朋友都有不错的收益 如果说你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么以后的机会就不要让它轻易溜走 所以关注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视频了 本期视频让我们展望2022年 我们预测美股市场会怎么走 高盛 摩根大通 摩根史丹利 又是会怎样的看法呢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疫情后散户的交易狂潮是推动股价 创下一系列纪录高点的主要助理 然而不为外界所知的是 证券市场一股更大的力量 美国企业 从苹果到BBB等美国企业 1月以来已宣布计划购买 1.06万亿美元的自家股票 几乎是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倍 今年的金额有望超过 2018年创下的1.11万亿美元记录 企业将成为2022年 美股需求的最大来源 就像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一样 高盛以David Kashton为首的策略书 在报告当中写道 他们表示即使是对回购股票争取的提议 对于减缓这股风潮也几乎无济于事 可以确定的是 计划中的股票回购通常会持续多年 并非所有回购计划都会得到执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摩根大通 对于美国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摩根大通的莱博维斯表示 展望2022年的股市 投资者应该牢记 科技不仅是一种增长手段 而且是提高整个市场利润率的引擎 数据显示 涵盖计算机 软件 互联网 和其他科技股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今年以来以上涨超过26% 略高于标普500指数的涨幅 莱博维斯表示 2022年的影响 可能远远超过单个公司的回报 他表示 认识到技术所能发挥的作用很重要 很明显作为一个行业 它本身就非常有利可图 它还可以提高其他行业的盈利能力 投资者愿意为技术带来的收益买单 无论它是一个行业 还是一项投资 它都能够推动收益 高盛也是持有乐观的看法 高盛预计 标准普尔500指数 到明年年底将上涨9% 并称这一创激势的涨势 可能会缓解对经济增长 凡凡和利率上调前景的担忧 美国股市今年一直在上涨 随着经济从疫情低点复苏 基准股指飙升了约25% 企业收益超预期 也是背后重要的原因之一 高盛预计 该标准普尔500指数 将在明年年底达到5100点 高盛分析师David Carson 在报告当中称 经济增长放缓 美联储收紧政策 以及实际收益率上升 均暗示投资者 应预期明年回报率 温和低于平均水平 该公司预计到2022年 标准普尔500指数 每股净利润将增长8% 达到226美元 Carson写道 与许多投资者的直觉相反 今年年初以来 26%的高回报率 本身并不是预测 2022年回报率会很低的充分理由 自1900年以来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2个月 平均回报率为10% 在12个月的涨幅超过20%以后 回报率平均略高于这一水平 而在24个月的涨幅超过50%后 回报率平均略低于这一水平 抛开基本情况 如果说经济增长加快 通胀降低 高盛预计该指数预计将升至5500 而如果说经济增长放缓 通胀上升 该指数可能降至3500 2022年的投资环境 将在几个重要方面 与过去两年有所不同 Kassner说 明年将会改变的一个方面是 美联储将在7月份开始加息 实际利率也将上升 从而巩固估值倍数的上限 并推动股市内部的波动 他补充到 实际利率虽然在上升 但仍将为负 投资者的股票配置 将继续创下纪录高点 与我们过去一年的预期相反 企业税率可能在2022年保持不变 在2023年上升 公司收益率将增长 并推高股价 股市牛市将继续 该航金学家还预计 在缩减购债计划结束之后 明年将从7月份开始加息两次 之后每年加息两次 最终的利率将在1.75%左右 但是摩根史丹利就与高盛 和摩根大通的意见是相反的 摩根史丹利直言2022年别去碰美国股票 并且在欧洲和日本去寻找更好的回报为宜 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团队认为 即使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改善 而且通货膨胀放缓 但是货币方面的真实减弱 且估值偏高 将在2022年阻碍美国资产的发展 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 在年度投资展望当中表示 欧洲和日本的基本面更具吸引力 这些国家的央行行长将更有耐心 而且通胀压力较低 以Andris为首的策略师周日写道 他们认为2022年真的是周期中后阶段的挑战 一方面使经济增长更加 另一方面是高估值政策紧缩 投资者活动活跃 以及通货膨胀比大多数投资者习惯的要高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挑战 过去一年股票持续上涨 和债券遭逢卖压主导失况 策略师已开始推荐他们对2022年的预测 投资者心中最关注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威胁 高盛上周表示 随着经济周期的成熟 预计风险资产的回报 不会太令人印象深刻 摩根史丹利预估 标准普尔500指数 在2022年将收于4400点 比当前的水平低是6% 最后跟大家提的就是电动汽车 Lucid Group 其股价昨日上涨了23% 借着这个涨幅 Lucid股票的市值 成功超过了传统汽车制造商福特 达到了899亿美元 公司的第三季度营收 仅为23.2万美元 比一个在美国硅谷程序员的薪水还少 尽管说如此 股价还是暴涨了24% 因为该公司的高管告诉投资者 该公司首批汽车的订购量大幅增加 其2022年的生产计划 仍在按计划进行 Lucid刚刚发布的电动汽车 爱尔已经获得了超过1.7万份订单 预计的订单金额将超过13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个月的订单量就超过了13000台 表明其订单增长迅速 该公司预计明年的将生产2万辆汽车 公司账面上有48亿美元的现金 足够继续运营 Lucid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解决了续航焦虑 单次充电的资源可行驶520英里 是美国市场上电动汽车中 续航最长的车型 而特斯拉的Module S长续航版 只能达到是412英里 价格方面的Lucid Air的售价为16.9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是104万人民币 即使未来较低配置的车型 也要13.9万美元 这个价格比特斯拉最顶辈的轿跑车型 Model S Plaid 售价还要贵上不少 产能方面 Lucid在亚利桑那州的 Kesagrand工厂开始生产 年产量可达3.4万辆 10月份开始发货 Lucid计划根据需要分阶段扩大 Lucid Grand工厂 以满足需求 目前该公司每年可生产 约3.4万辆汽车 Lucid在第三季度开始 下一阶段的建设 扩建后的工厂将于2023年完工 每年可生产约9万辆汽车 而该基地到第三阶段 每年将能产生近40万辆 Lucid在本季度将其分销网络 扩展到美国的13家门店 该公司计划在本季度进入加拿大 明年进入欧洲和中东 并在2023年进入中国 目前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的 渗透率仅为2.5% 在全球市场的渗透率仅为4% Lucid的首席执行官预计 未来几年豪华车市场将以 每年约5%的速度扩张 并最终在2020年前后达到 7000亿美元的全球销售额 CEO相信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热情 不断增长 加上法规鼓励电动汽车的采用 为整个电动汽车行业 以及Lucid在其中的地位 提供了重要支持 罗林森重申了Lucid在2022年 生产2万辆汽车的目标 但是他也表示 电动汽车的投资者应该注意到 鉴于汽车行业面临的持续挑战 全球供应链和物流中断 这个目标并非没有风险 对于Rilling1500亿美元 市值为标准的话 Lucid显然是被低估了 所以上升潜力也更大 现在这个价格 已经接近当初Lucid的历史高点 追高风险很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点赞评论加转发 还有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视频了